來 你看你戴這個頭套又養一隻這個 哇哪個女生 不為你找你 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幹 運動囉 欸欸欸欸欸 你要幹嘛啦 運動啊 我等一下去健身房 那類型差不多 你健身房會不會爬山 我不會啊 所以我們要去健身房嗎 呃不是 可是要爬山 什麼啦 你們到底要你們要去幹嘛啦 你們現在又來幹嘛 我為什麼這麼來 反正都是要運動嘛對不對 你要不要運動 我要 好那就結束了解決 好你們等我一下 你們在外面等我 哈哈哈哈 阿燦 你臉怎麼這麼臭 幹嘛 我們已經超過就是 運動房了 我們去比較遠的地方運動 感覺他們要帶我去身上的野嶺 不行耶 不行啦啦 七十八十的 沒有啦 不行啦 由於現在的病人很大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山裡面做運動 啊OK 可以吧 可以啦可以啊這我可以接受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嗯 如果你住在山上的話 你最想要養什麼動物 一定要在山上嗎 我想要養花豹還不在山上 或是獅子 山上我想要養一個東西耶 養什麼 我想要養油牙 養 油牙 黑熊 黑熊 或是老鷹之類的 那你怎麼會有想養這些動物 因為有黑熊覺得可以抱著它睡覺 然後老鷹的話就覺得很帥 我就可以這樣幫我探查底清 然後它就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你知道老鷹啊 它就是不會一直這樣飛 它就咻一下然後就這樣 很帥啦 這很帥 剛好符合你那個霸氣 黑熊 我就覺得我身上佔一隻老鷹的話 就霸氣十隻這樣子 變女生版的猜卡鳥 哈哈哈哈 看我剛剛這張站著烏鴉 你們不要把所有鳥都混在一起 可不可以啊 它現在差不多啊 也是有一隻東西站在那裡 我們現在正在陽明大學 大學 你們帶我來陽明大學幹嘛 讓你懷念青春的感覺 你現在有沒有感覺到 你心中有一股青春的熱血 有吧 那個粗烈的滋味 不是不是 我前幾天在那個橋光 已經很熱血了 為什麼今天又要來陽明大學 再熱血一次啊 然後今天早上就有人蜜我 然後他就說欸你今天要幹嘛 我說我今天要去 不知道要去哪裡拍東西 可能要去爬山 就這種健身的影片 然後他就說 那很好 我也要去 然後於是呢 歡迎我們的陳昊老師 這突然啊 這沒在set欸 那肯定的 好啦 我們今天到底要幹嘛啦 我們今天 妳往後看就知道 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往那邊走 往那邊走 好可怕喔 Oh my god 什麼東西 妳今天就是 小龍女 什麼東西 妳的過兒在那 妳好 真的啊 這是真的嗎 15啊 跟她講話還回來 她會回喔 妳好 妳好 我覺得她要攻擊我了 害怕嗎 還好 但是她的眼睛就是如果看著妳的話 很害怕 她有名字嗎 她叫Sperry Sperry 難怪妳剛剛問我說我要養什麼 對啊 妳養她多久了 她還沒一歲 她快一年 她還沒一歲 妳要不要進來啊 妳要進來嗎 不好意思 那個常常在家所以她不懂要怎麼在外牌 摸老鷹喔 有一個前台 老鷹不要去摸她的背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等一下就去山頂 然後我們來看老鷹盤飛的一些訓練 盤飛的訓練 對… 妳說她會飛 廢話 老鷹不會飛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她會飛是可以自由的翱翔 我們的訓練跟狗狗系差不多 狗狗一定是定期要帶去散步 跟老鷹一樣 我們要定期的六年 我有問題 妳說 妳是會綁個線讓她飛 當然不會 因為繩子都會拿掉 然後讓她去做放飛的東西 她如果回不來怎麼辦 其實我們有個東西在她背上 這個東西叫做GPS 如果哪一天她真的失控沒有回來 我會靠手機的APP 然後靠這顆定位去找她 那其實養老鷹是跟養狗一樣 還是她是需要證照的呢 老鷹不用證照 在台灣妳不用證照 可是台灣只有開放五種老鷹可以養 這是其中一種 它叫哈里斯鷹 那老鷹還會認人嗎 老鷹她其實非常的認足 所以如果等一下放飛 她沒有聽的手上不要意外 她可能說 欸靠腰這不是我 她就走了 靠腰這有種味道 我想問一下就是 她平常都吃些什麼東西 欸 老鷹大概都吃一些小型的哺乳類動物 中小型啦 大概老鼠 兔子 鴿子 鞍唇這一類的 所以妳都會養這些在家裡 欸 她其實不吃火體 當然都是買一些爬蟲墊那種 我們稱之為耳料 耳料 對 耳料 那它是肉嗎 還是蟲 它是肉 我想問說爬蟲墊 對 爬蟲墊 他們會養一些蛇啊 巨蟹啊 他們會需要餵到一些老鼠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能都會去類似這種店 去買這種耳料 好啦 現在又不是我們在餵對不對 等一下這些情節你們都會看到 蛤 都差了 對 直接讓你們上演現場版的Discovery 所以你有帶火體來 當然不是火體啊 都是死掉的 直接現場讓你們看老鷹拆死的動作 很精彩欸 那再來就是我想問一下 老鷹平常會 對 它會跟鸚鵡一樣 我問就是很蠢啊 老鷹有講話嗎 當然不會啊 這是我們很常被問到的問題 我其實沒有想要問這題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題嗎 因為我是在幫觀眾問的 我平... 我... 他又不是鸚鵡 怎麼會講話呢 好啦 那再講一個就是比較 我自己會比較逃避的話題 就老鷹的壽命 大概是在... 它其實壽命不短 大概跟狗差不多 大概十來年 當然越大型的老鷹 它的壽命會越長 然後老鷹喔 女生都比較大 為什麼 媽媽他要布寶寶 那爸爸會比較小 因為他要在外面打力 速度比較快 對 速度會比較快 我們比手畫腳一個 然後你要在我後面 然後你要跟我做一樣的動作 猜五個字 五個字 一個動作 五個字 老鷹帶小姐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我們一連串要看的東西了 你切它那個嗎 你說這樣嗎 拿老鷹喔 記得像拿水杯一樣 水杯是這樣子拿 所以有人拿老鷹會不習慣 他會這樣子 因為手會痠 他會變成會這樣子轉 老鷹會不喜歡手在動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拿著的時候 手盡量幫我握拳 把這個繩子握緊 可是我水杯都用另外一種拿法 我都夾在我的胸前 那我就這樣喝 那就可能要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吧 我直接這樣喔 好了嗎 好 幫我握拳 握拳 OK 好 就這樣 好 我們要Be good friend OK 好 你一個問題 好 這個問題大概100個101個都答錯 老鷹的英文怎麼講 Eagle Eagle其實在片面翻譯過來 它在形容雕 那英怎麼講 它叫哈里斯英 它不叫Harris Eagle 我自己都分不出雕跟英 有什麼不一樣 它叫做Harris Hawk Hawk H-A-W-K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往山頂上走 大概20分鐘的腳程 好 我們要上山了 Let's go 不行了 這時候平常要運動好了 不是就 不要來爬山嘛 欸 我們要走了 走走走 走走 阿翔翰 你要不要戴個帽子啊 阿翔翰 你要不要戴個帽子啊 阿你這個先蓋上去 蛤 蓋這個是幹嘛 你先蓋這個 然後這個帽子 你會像那個Ludia杯 哈哈哈 可以不要這樣玩我嗎 他一天到晚在給我看戲 看什麼戲 看你媽媽有什麼戲 就是我妹子裹小聲還接得出來 那三幾歲跟他接這個 哈哈哈哈 你剛剛不是在那邊問什麼問題嗎 我蠻好奇就是 這種老鷹訓練 有沒有什麼階段性 比如像狗 就可能先訓練他 不要隨意大小便啊 然後再握手啊 接飛盤 有有有 老鷹的階段訓練是 階段也是堆疊訓練 比如說我們要練他的體力 然後長距離 短距離 中距離 這樣子 那再來不是說你養一隻老鷹 來山上就可以放 他一定跑到 絕對跑給你看 欸 那你第一次放的話 是很緊張 超緊張 然後那個信心會跳出來 真的養鷹喔 人要大膽 一生是膽 對 一生是膽 然後你要對老鷹有絕對的信心 就是你的前期訓練一定要扎實 隊友的信任 哈哈哈哈 你才能去做山上這種放盤飛的體驗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先解神 我們等一下直接來不放飛 要放飛囉 放飛前給他一塊獎勵 出發喔 要出發了 要出發了 怎樣怎樣怎樣 要把它丟出去喔 哇 那我們要不要先玩玩看短距離 從那邊讓老鷹飛到你的手上 好啊 好啊 接老鷹大概就這樣 你要趕快拍我 Oh my God Oh my God 我真的有耶 那你現在就往前走 往前走 grassroots手會躲浮成一座 打到手打到手打到兩跳 我的手打到手打到第二時間 有很多顏目 這樣會流血喔 沒關係 不過還好我不怕 我不怕的 貓抓我也不太怕 很帥耶 其實不是痛啦 它就是女人抓你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指甲不是抓到這樣 左撞往前頂 Let's go 他很喜歡飛那個點 因為它站得高 看得遠 哇 好帥好帥 玩一些就躲起來 讓老人走 來囉 等一下 對 好遠 好嗎 OMG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摸它喔 不要摸它 摸它了 滾滾滾滾 面對急風吧 孩子 那我們Spiris是不是該 它到底是要不要回來 我們又沒叫它 我們有一個App 看它在哪裡 喔 手機的App 來來來 那它的位置現在在那邊 距離大概我們100米左右啦 綠色在閃的那個1就是它 然後紅色這個點是我們 其實還好這距離還不算太遠 有的會噴到大概五六百米不外 那個才叫遠 你不叫它的話 它會自己來找你嗎 會 可是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倒不如下去那邊吹哨子 看它不會飛出來 好 Let's go 那邊吹哨子 我要來囉 再來 再來 在鏡頭前有沒有 喔 在這裡在這裡 哇 好帥喔 好療癒耶 在那裡唱它這個蠻可怕的 他被攻擊我 他現在沒有綁住欸 不會不會 不會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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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到了啦 不好意思 那我們下去一點 然後讓他這樣俯衝下來 然後讓你接 好 來 真帥 你看你又戴這個頭套 又養一隻這個 哇哪個女生 什麼 不為你找你 好啦我們現在終於下山了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老K跟Spirit 還有我們程浩導師 欸他真的很好約 他就隨隨便說好啊我也要去 他沒看過老院耶 好啊看一下去喔 而且超會問問題 不愧是我們官員高手的程浩導師好不好 OK 那如果呢大家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還有程浩導師 還有我們的老K 讚喔讚喔 以後會有更多Spirit的影片 當然當然還有新成員的影片喔 好啦那帶來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掰掰 我們猜老鷹是鳥類第幾聰明的 鳥類包括鴿子 對各種 麻雀 看麻雀一定很笨 我覺得看大小吧 他是幾聰明的 他是幾聰明的 我看 他是第二的 第二的第一是我想像 鸚鵡 鸚鵡是第三的 那第一聰明會是誰啊 等一下我想一下 日本看到會覺得很幸運 台灣看到就這樣 孔雀 烏鴉 對烏鴉 烏鴉喔 烏鴉 那康永哥身上那個 難怪 難怪他身上真的是烏鴉耶 永遠都是烏鴉 就這樣看吧 好 我們再試一次 紀錄 我們來講一下 有論典了 好 讓你們 有